他们给我提两个方案 一个是更换发动机要38万 或者大修发动机24万 非常危险 正在高速上跑着 突然什么也没有了 车 人都没事吧 人亏的就是那高速上的人不太 就是车不太多 这种问题呢 让我们现在就感觉这个车 我们很后怕 就是经常 它毫无征兆的就突然在 在高速公路上就这样 你的方案还是这样 要么换发动机 要么大修发动机 要按正常执行都在四五十万了 我完全可以买一辆新的奔驰了 根据我们这个修车师傅提出的建议 更多的话去市区 跑跑没让问题 高速的话不建议你这个成立成立去行驶 起来 крут 总 一个 喜好的 愿谈 词